Nissan and gentlemen your attention please 把跑步機當成機場輸送袋 想出國想瘋了 在台灣不用這麼累 為出國景點不理睬 全套裝備一觸海底美景 在蘭嶽潛水就像到日本沖繩 台南奇美博物館走典雅歐風 潘水池更獲得法國凡爾賽宮授權 還有還有桃園草塌山丘 让人仿佛置身在萨哈拉沙漠 意大利啊 日本啊 这些国家的景点 包含河掌村啊 那这些景点在台湾 其实都找得到相对应的景点 询问度上比较疫情期间 现在起码提高三到五成 不用出国也能体验 在国外打卡感觉 全台到处都有 新北13行遗址 就像秘鲁的马丘比丘 桃园有台版日本千本鸟居 灌南高手经典场景 则现身在苗栗 还有火岩山和泰安竹林等等 另外台中版天空之境 在嘉义则有德恩雅纳部落 到了台南有小瑞士 最后再到高雄柴山天雨洞 预计去的几个地方 就暂时不能去 目前想要离岛啦 就是可能去那个 蓝与绿岛这一方面 因为离岛还是有点出国的感觉 我认为全世界每个地方 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特别是人都不一样 那怎么会景点会一样 拍出网美照不用花大钱 伪出国过干瘾 在疫情期间不只保护自己 也能再次认识台湾土地之美 环运新闻 陈明燕 宋军奕 张哲豪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